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挖 來 我們今天邀請大家來賓 第一位是作家許昌德 阿德 大家好 另外是第一次來的新朋友 律師林延貞 林律師 大家好 林律師有沒有特別打什麼樣的法律 民事 刑事 家事都有 那因為我之前在法院有帶過家事 所以家事也是比較有一些案件 之前有經驗過 現在這個很好 這個生意 對 講到剛才講說不是這樣 你不是說你那個律師所辦 專門辦離婚的嗎 對啊 家事案件 其實離婚算大宗 對啊 對 我們是沒有在辦結婚的 許昌德眾人越多 離婚案件就會越多 沒有 他堅持不理 我剛剛有勸說他 對 那個上一集是苦靈 苦靈很瞧不起他 說這個人每天在吃肉 但是都跟人家講 肉不要吃 對 他剛剛也是這樣跟tag 對 好 活動主持人tag 哈囉 鄭大哥 還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 歡迎 那另外呢是婚姻癡商的專家 黃月衰老師 大家好 黃老師的新書 黃月衰的解憂攻略 角度看人生 轉個黏 心境就開了 這個就真的是智慧 對不對 那我們也很少有一個人 這麼惡事力道 每一集都要 有嗎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 這個媒體人迪志偉 大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今天我們主題是 這是誰的小孩 因為有一位隱姓的這個董 董娘 他懷疑他老公 跟女會計有染 那直到某一天 這位董娘 調閱戶籍藤本的時候 不得了 怎麼老公名下多了一個女兒 所以他就懷疑 老公跟女會計偷星 那份兒控告這兩個人 妨礙家庭 這個在臺灣好像這 虎口忽然只有一個小孩 這個事情好像這麼多 那為什麼這位董娘 他有去告 可是告不成老公跟女會計通姦 那這個面對這種外遇偷生小孩的這個案件 今天我們就是把它當主題來探討 那這個隱姓董娘這個事情 我們先請志偉跟大家說明一下好不好 對 這個董娘的老公就是老闆 他是做土地開發的 那其實在這之前 他就一直很懷疑他老公跟那個會計師的會計有問題 就是當然你說公司裡面一定也會有人跟他講 可是他找不到證據 那你說真的有沒有請真心社去跟蹤 報導上面是沒講 但是就是說他赫然發現 我也覺得好奇怪 怎麼這個老闆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2018年他因為一個民事的訴訟案件 他去調戶籍藤本 才發現說 哎呀 我跟我老公才三個小孩 怎麼會多了一個女孩子這樣 一個女嬰啊 不可能吧 你想想看 這個董作都已經六十一歲了 就是老公他拍天也可能也做老公 我是不知道 有的人每次一回就做老公 什麼 有的人五十七歲就做老公 等等 這裡有 對啊 所以他想說怎麼會有一個女嬰啊 一個女性 而且是跟他老公姓一樣的姓 所以他覺得好奇怪 然後去追查才發現說 這個女生 這個女嬰 原來是老公跟小三生的 他就去 當然就去問老公 所以他就要去找這個小三理論 還沒有去找就狹路相逢了 那個時候這個小三是懷孕 懷孕的時候他去 因為你看他懷孕的時候 他只是懷疑老公跟他有問題 但那個時候就是他們兩個之間 他懷疑他又勾引我老公 又看他懷孕了 對 那這個會不會是我老公 就是我老公的腫 對 所以兩個在按摩店 小路相逢 這個大老婆還出手 就按摩起來了 就打這個小三 打這個小三啊 所以當時這個女會計師是有告他 傷害就對了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說 他的懷疑是真的 二零一八年 本來還沒有真的要認真查 因為別的事情去調那個護期成本 才發現 所以各位大老婆們 請先去調一下家裡的護期成本 現在都回去找了 對 回去找了 不然有一天你真的受到驚嚇 那所以說因為這樣 他就覺得這絕對就是了 你看你去登記了嘛 把這個禮靠著啊 這個女生我本來就懷疑你跟他有染了 所以就一狀告上法院 就告這個女會計師妨礙家庭 對 但這女會計師說你有什麼證據 你有什麼證據說 這個小孩是你老公的 老公也不承認說那是我的小孩 那你為什麼要讓他入戶籍呢 他很可憐 他是好朋友啊 不然他沒有戶口可以接 這個理由真的很瞎啦對不對 但是律師在這邊嘛 我說起來 有時候我們也真的會幫忙阿德 阿德在外面 我沒有把我帶他去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就只有幫忙 不然說沒辦法許常德的 所以以後我們如果有多一個 就是都報阿德老師的名字 不是 那意思是說 人家問問 我們朋友要交好 所以應該講更精確一點是說 老婆就認為這就是了啦 老公可能私下也跟老婆講說 是又怎麼樣啦 假設就是已經翻臉了嘛 可是你到法院上不可能這樣講 你講了就代表你承認 那你要被告通監就會成立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兩個 這個董作跟這一個會計師 在法院上是保持監末權 他可以 這個是他的權利喔 法官問說 這是不是你的小孩 不回答啊 對啊 那這個 這個董娘就說 那我要驗DNA啊 DNA一驗就知道啦 不是本土劇都這樣演嗎 對不對 就是 我就是驗女兒跟老公的DNA 就知道這是不是他的小孩啦 但是 這個老公是不同意的 那老婆就覺得很奇怪啊 為什麼 那個戲劇都可以這樣子做 我現在要求是不行 那當然這個等一下律師可以解釋啦 所以最後因為沒有任何證據 這個大老婆還去查 法官你說要證據 我去查給你 就發現說 這個女會計 她在做產檢的時候 老公都是陪她去的喔 你做朋友做到這樣喔 這她的男朋友 我老闆耶 她是我們的會計 對我們貢獻那麼大 幫我節多少稅對不對 這個我自己加的啦 然後就是都會陪她去產檢喔 這個老婆心裡可能在低血啊 我懷的時候 你有沒有陪我去 這我不知道啦 那再來就是說 做未來的時候呢 她做月子 包括生產 那是不是要有人陪她去 對 那也是她老公陪去的啊 但是這個會計師跟老公他們在法庭上面的主張是說 是啊 她有陪我去啊 但是就是朋友陪我去嘛 那我在這個月子中心啊 我在醫院生產啊 我上面寫的名字是你老公沒有錯 老公說啊 我也不知道她要寫我啊 她要寫我我能怎樣 有寫我是她老公嗎 有寫我是小孩的爸爸嗎 沒有嘛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去查過法律了 我不曉得 所以即便大老婆提出了這樣子的證據 最後都不能證明說 這個小孩是她老公生的 了解 這個等於要來請教林律師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黃老師 你人生啊 吃的鹽比我們吃的米比較多 過的球比我們走的路比較多 那就是我比較老就知道了 沒有啦 你滴肥啦 那如果你說你是大老婆 去哪裡你懷疑 那個就是我們老公的小三 剛才在按摩店 尋到 你會怎樣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第一就是說 你是懷疑而已嘛 你知道說百分之百差不多就是 可能就是最主要是跟人 或是搶什麼 不然你也不可以在公共場所 而且如果說你有時候是這樣子 有時候是身分讓人家有所估計 像你說的這個我的一個朋友 他我的朋友 他本身就是董娘 他就知道他的先生的小三 跟他是同一家三文卵 你知道嗎 所以他都去查好了 他什麼時候會去 他就錯開不去 很多人是故意要去抓他打他 他是故意不要 為什麼 因為他看得到的 知道的這個小三是存在的 他老公企業那麼大 他不知道的小三國外還什麼 還一大堆 他也懶得去理會了 很多這個財團的妻子 都是睜眼閉一眼 他是故意錯開 可是有一天就是他去了 結果發現小三坐在那邊 小三專程等他 然後起來 他想說 現在找我這麼嚴重 準備要跟他搶什麼 沒有耶 那個小三就唱了 就抓住他的手說 我對不起你 然後就說 他外面有另外一個 我就問我朋友說你怎麼做 因為他是企業的太太 他就跟我講說 我就手腳踩起來說 還要喝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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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一樣 就看會開了 這樣他老闆算拿得很好 這我就不知道 可能比你還好一點 律師我委任你 沒問題 那律師可能要先檢查一下你的狀況 先私聊一下 來來來來 李律師請教一下 就是說他們有要求要驗 他老公跟那個小三的DNA 證明那小孩是不是 這是最好的方法 一驗就知道 那為什麼這個我們的司法 沒有辦法強制 其實我們司法有一些案件 是可以強制 所以一般人好像心裡 有一些意識到說 好像有些新聞說 可以去強制驗 為什麼這個不能 其實我們有一個 在刑事案件 他適用是一個去養核糖核酸採樣條例 那他裡面有些案件 比如說你殺人 就是DNA採樣條例 對對對 他你殺人了 或者是你強盜等等 妨害性自主這也有 對比較一些比較嚴重的罪 刑事案件 對他可以強制你去採樣 如果他發個傳票給你不去 他可以居體你去採樣 對所以這不一樣 但是因為通姦罪老實講 在我們國家法令算是輕罪 所以不包括在這裡面 你必須要自己去證明 如果像這種的 有一些人他就說 好啊 驗就驗 他也不怕 那當然你告得成 那如果有些人 他比較皮一點 他就 我就不給你驗嘛 那這種通常 我們在提起訴訟之前 我們會先叫他 不然你也抓個尖 對 這樣就一定告得成 那我可以偷驗嗎 比如說我採老公的頭髮 然後小孩 就是去找到那個小女孩 但是重點是說 有人會偷驗他是想要自己確認 因為你沒辦法證明 這個頭髮是他的 因為他就不提供嘛 你之後 所以我提供了證據 是有問題的 你要證明這個頭髮是他的 這就有問題 對 因為你不是當場拔下 也不是他願意 對 那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之前有個歌手 快點喔 今天有什麼疑問快問 有一個歌手 他就是因為被人家說 喜亂中氣 有了小孩不認 但後來驗了DNA 才發現說小孩不是他的 那像這個 這個狀況他 除非是當事人他也同意 來驗啊 因為他可能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是小孩是不是這個男的 所以才去驗 驗的發現說 哇真的是烏龍 這小孩不是他的 這樣就OK 一定是要同意就對了 如果他同意的話 那最好啦 這是最方便 但是他們如果是告刑事的 才這麼麻煩 民事其實 他的規定又另外了 因為刑事你要認定人家犯罪 是有刑法的 所以他認定比較嚴格 是你要嚴格的去採證 那我們如果告民事的話 就不一定囉 民事的話 他會通常另外一方 可以申請你去驗 或法院命你去驗 你也可以不去 不去的話 這個民事有個推定 叫做證明妨礙 就是要你證明 你故意不證明嘛 那我就推定你 就是有你才不去 所以他這個民事 跟刑事略為不一樣 本來就說是這樣 傳得滿層風雨了 對 說這個會計的 我們老公的小三 產檢的時候 又走過去 走過來又走過去 跟他們是聯絡人 還有那個小孩生出來 還進我們家的家庭 就明明就是他 但是我們抓他沒辦法 大母子驚驚 發發叫驚死 你現在這個小三 我跟你講 無論如果你等一下提供 一個方法 我們先休息見廣告 來阿德這個事情其實你有可能發生 所以來 這個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 我覺得說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現在是站在大老婆的立場 想這個事情 我覺得說一旦發現這個事情 第一個要想一想說 如何保護自己 然後顧好對自己有利的東西 不要因為情緒或是恐懼 把這絕不就打翻了 顧及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讓自己想要說 我現在如果不要生氣的部分 我也不要去把這個事情弄破 我應該得到什麼東西我去看看 因為這個部分來講 比如說你那個朋友 他在那邊那個按摩 我就是不要去按摩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高招 就是讓自己免於去情緒化的可能 這是對自己很重要的 因為你只有不情緒化 你才可以 在這個關係裡面 在這個狀況裡面 就是可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東西 比如說 那我覺得男人遇到這種情形 最期待老婆做什麼事情 最期待老婆就是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對不對 老婆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都拿著一隻槍這樣 那為什麼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的一個原因是覺得說 這樣他真的不用再進一步去面對 這樣的問題嘛 複雜的問題嘛 而且老公這個時候 如果發現說 老婆好像大概有猜疑 然後又不打擾金蛇 這老公雖然會有一點緊張 但是他會覺得 就會有愧疚感 想要就是再 補償一點 就透過補償的動作 不要讓這個事情惡化 只好是在這邊 你要講你自己 不要被那麼大壞 你要記得你是新人 然後呢 然後你這樣有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基礎以後 你就可以告訴自己就是說 其實這個婚姻裡面 出現這樣的問題 到底有哪些對你是 證明意義的 因為你跟你老公的關係 可能沒有經過這個事情的發生 你都不知道說 問題已經嚴重到這個地步了 你甚至也不會想要說 你知道有些老婆 對老公是沒有感情的 可是一旦發現老公外遇的時候 突然有感情 其實 本來是雞肋 但是看有人要拿走以後 就覺得 一肯一肯好像蠻有味道 所以可見來講就是說 婚姻裡面 其實不是只有感情的價值 還有很多現實其他的價值 那你就想一想說 這麼多東西 遇到這樣的狀況 如果我還要這個婚姻 我如何讓他反敗為生 讓這老公是願意回來 你知道其實 其實我跟你講 為什麼很多小三在那邊 神經息息的 是因為他們的角色 其實比老婆更不安穩 所以 所以你還想要說 你這個大老婆 為什麼會心慌就是 你太認定這個小三的價值了 你以為她是安穩的 就起伯伯其實沒有 你這個時候你反而是怎樣 可是小三就年輕啊 可是問題是現在 他是老公跟這個小三 現在都是很不安穩的 你就是穩穩坐到那邊 看我要得到什麼 看我不要 要不要去打掃精神什麼 不是這樣太多人嗎 感覺那個大老婆 這樣子才有一種 我跟你說 沒關係 我們在分析的都很簡單 講道理也很簡單 你看他談笑風生 對 你不是當事人 真的 我看到很多大老婆 像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都是大風大浪 都是可以說是 一哭二鬧三上吊 什麼招數都丟掉了 你知道嗎 都不好啊 這麼這樣 而且各位我剛剛說 是有錢的財團的太太 對 她才能夠這樣子 如果說一般的這個庶民 或者我們這個普通人家 怎麼會這樣 不可能嘛 所以你真的是 但是阿德老師的話 還是要聽啊 沒有沒有沒有 黃老師剛才講的話 有一個矛盾點 第一個來講就是說 你既然覺得說 大老婆都是經過 一哭二鬧三下吊 走到今天了 我告訴你 就表示什麼 她一開始的時候 就把這個婚姻搞砸了 這老公死都不會相信她了 因為很多婚姻的關係 遇到這種事情就是 第一次的大老婆做錯事 就方法一旦錯喔 碰 我告訴你 這老公死都不會 不會再走回來 我最頭路 就是離不成也沒關係 反正我就不會再回來 你這樣我們節目很難進行 因為黃老師一定會反駁 我的意思好像是舉例子 沒有 我保持兼默 這個再請教一下李律師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小孩要入這個戶口 難道不需要夫妻同意嗎 只有老公同意就可以了嗎 其實她要入這個戶口 基本上來講是說 因為她這個先生有 就是等於說認領她是她的小孩 這才是重點 如果她有 比如說提供什麼奶粉錢 曾經有這樣子過 她就是有一個撫育的事實 那我們民法規定 你有撫育過 就等於有認領了 那你就可以去報 我們一般收養 才是說法律擬制的親子關係 但認領的話就是表示說 我們是有血緣的 我才認領你 跟收養不一樣 有血緣才認領 是嘛 那就不就證明是有血緣嗎 是 對 但是在刑事案件上面 他有嚴格的證據 所以你如果用戶籍登記 那個他們只是行政流程作業 你要用這個來證明通姦罪的話 因為如果她太太有去抓籤 那也許沉上去 那這個就可以解決 可是她先生去認養了以後 認領了以後 就是她先生去辦這件事 沒有讓她太太知道 而她太太要去告的時候 因為第一 沒有頭髮DNA可以證明 再加上就是說 她又沒有去告通姦 也構不成形式 所以她就沒有辦法了 現場五位來賓 認為說他們百分之一百 是這一隊生的 狗男女生的 那請舉手 當然是啊 一定是啊 一定是 一定是 律師你不敢舉手 律師就是要看證據 對 看起來你沒什麼人性 因為我們都靠想像 這個我會建議說不要告 如果說證據只有到這裡 不要告通姦 因為我們其實 應該是侵害配偶權吧 對 她就是可能選擇 通姦是一般我們講 夫妻關係外 那個男女的那個 性器結合的一些行為 對啊 那你如果說告通姦的話 沒有這個證據 當然是告不成 你如果譬如說像那個 迪大哥講的 侵害配偶權 他們都那麼親密 那這個社會觀感 本來就不好 然後嚴重影響到 我那個配偶的感覺 對 她這個告侵害配偶權 應該是比較可以 對不起 李律師 這樣問有一點隱私 這個很不禮貌 你結婚了沒 還沒 還沒 就是這樣你看看 這如果結婚 那如果發生是他們的 對啊 這個反應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可是如果知道 這個進來 那他就可以分財產嗎 這個小孩 可以吧 對啊 他都已經複釋他了 妖精 對啊 而且重點是他在法庭 上面他沒有說不是 也沒有說是 他是不回答 對啊 所以我可以 把官問我我可以不回答嗎 可以啊 在是與不是之間 可以行使監默權 可以 行事訴訟法辦 就有規定你可以行使監默權 真的 而且我想他們應該是有諮詢過啦 所以他們都很了解說他的權利 那所以你就說如果政公要主張他的權利 就是告他侵害配偶權 或者是他就是在通姦的部分 他要去收集另外一些證據 對啦 不能只靠對方提供DNA 起釋 對 這政公實在很辛苦 不要財產還叫我們本人 不是 你要讓隔離要舉證 這就是台灣的法律 你要告他你要舉證 對 就像你家如果說 如果都抓不到 這樣就整個座 就只能說 瞇一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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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可見婚姻傳 危險吧 你要啦 要啦 苦林大哥趕快把他找回來 苦林說他不需要跟起張的辯論 沒有 我們今天要交話一下 那個未婚的律師 來 我們先休息一見完 好 這個你說還有一種狀況是 女生還有婚約 但是跟老公感情不好 所以只有分居沒有離婚 這種很常患 因為他跟外面有了感情 生了小孩就會爆戶口 因為其實如果不爆戶口的話 對小孩子之後 譬如說他要加健保 求學等等 要注射一些什麼 什麼疫苗什麼的 都會影響到 那不可以 補那個外面 那個男生的 一般來講這種戶口 一定媽媽生母一定是確定的 因為從媽媽這邊生出來 大部分都是會有一些爭議的 父親 對 都是爸爸要不要來認這個 小孩 對 所以你說 常遇到很多這方面的法律諮詢 那這可分為兩種心態 這是你說哪兩種 對 因為其實 男生外遇的 其實一直都很多 其實女生也很多 你也知道 對 你怎麼知道 因為男生都是跟女生外遇 所以有一個男的就有一個女的 沒有 我們一般都以為是男生 其實男女都有 可能女生比較少會去宣揚這些事情 對 女生也是蠻多的 那可不可以先請教你 就男生外遇的比 就是你說很多是 可以講一個比較具體的數字嗎 你判斷的 比例也跟女生 我們幾乎每次諮詢都有人來問這種外遇的事情 或者是 勞工生了小孩 然後他就怕他們會分走財產什麼的 應該怎麼做 都有 那其實我覺得女生來 如果是女生外遇 我說男生跟女生的比例 外遇的比例 老實講我覺得差不多 但是如果說男生在外面生小孩的 來問的的確比較多 比較多 對 通常都是他的原配來問這樣子 女生生小孩很少來問 是 志偉有啟示嗎 沒有啦 我曾經看過一個報導 就是說因為女生他外遇 男生如果另一半外遇 他比較不會對外講 因為覺得很丟臉 但是女生是比較會到處講 因為他性情不好 會到處講 我所謂到處講 可能會跟自己的親人 或是跟自己的姐妹掏 然後或者是講到處講 也許不是一個正確的講法 應該是說他不會 會放在心裡面 所以說我們講說 男女外遇的比例 男生現在還是比女生多 但是女生的外遇狀況 比男生 就是越來有越多的趨勢 我曾經看過一個報導 就是說在 我們如果講100對好了 100對的夫妻裡面 男生外遇的比例是44% 44% 對 44% 然後就是女生外遇的比例 是27% 對 那另外那一些 44加27等於71嘛 那29的就是很正常的 或者是他們外遇 是沒有被彼此知道的 對 所以其實看起來還是 男生比女生多 對 因為男人通常 就是大頭比較管不住小頭 對 但是女性的外遇他的 應該是說啦 就是男生外遇跟女生外遇 最大的不同是這樣 男生外遇也比較不會忠貞 女生外遇比較會忠貞 對 就是他外遇可能只跟一個 可是男生可能可以跟好幾個外遇 因為男生他的外遇 有時候可能只是for fun 或者是刺激而已 但是有些 但是女生的外遇 通常比較是心靈上的 就是如果他今天外遇的可能 他覺得這個男的比老公更好的話 那也許就回不去了 我常常開玩笑說 男人如果看到女人是先看到 馬上就做那件事情 然後做完以後才說 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再決定我愛不愛你 那女人不是 是我要先愛你 對 然後先有愛才有性 男人是性來以後 再決定有沒有愛 這有差別 但是以我個人的經驗 就是男人還是比女人多了 外遇的情況 可是我常常開玩笑說 以前來找我輔導 幾乎都是女人 百分之百女性 希望能夠看丈夫怎麼樣 防止外遇 或者要解決外遇的問題 可是現在已經有很多的男生 也來問我 如何拿掉這件綠帽 我都跟他說 都戴幾次習慣就好 因為外遇的最主要的原因 跟男生女生是沒有關係的 是經濟獨立 大家都會外遇 如果以經濟獨立的狀況來講 因為我不要靠你生活 我要離開你就很容易 然後呢 如果說 如果說兩個 現在全部都是經濟獨立的 我覺得 女性外遇會比男性更可怕 因為她比較執著 你知道就是外遇最怕就是執著 就是本來就是一件事 就是不適合在一起 然後關係也會很複雜 可能只能短期的 可是女生就會掉進去 你說你們女生可不可怕 再怕就好 林律師沒有差 他現在未婚 林律師呢 這邊有個當事人 他是老公的第三任老婆 這個情況是怎樣 他這個 這個來諮詢的當事人 他是 已經是第三任了嘛 所以他前面那個 他的老公的前妻 已經生了一些小孩 已經有三個 然後他自己生兩個 已經有五個了 但是他老公 長得蠻帥 錢也蠻多的 所以後來又 又跑出了一個小孩 那但是他沒有要離婚嘛 他是希望他的老公 留在他身邊 可是他就希望說 這個第六個小孩 不能來分錢 那他就說 可不可以他跟他老公 寫一個協議書 就是說都不能養這個小孩 現在老婆生了兩個 現在生兩個 之前前妻 兩個前妻已經生了三個 就五個了 那現在跟誰又生了一個 在外面的女生 又生一個 哇 也很胸 對啊 對啊 所以說 那也要養得起 那也要養得起 多上幾次節目 帥又有錢 對 但是這個 現任老婆 就不願意分錢 給這個小孩 他就說 那我們就定個協議書 可不可以不養他 或者是說 讓那個小孩 現在就拋棄繼承 不能繼承他老公的財產 對 可是這個在我們民法規定 是不行 因為拋棄繼承 那個繼承還沒有開始 不能先立 對 所以會沒有效 所以不行 對 不行 不能先拋棄 所以他有血緣 他就可以分財產 對 那黃老師這邊 曾經接觸一個個案 是個太太 因為跟先生沒有辦法生育 是採人工的方式 那經營是怎樣 這個是應該是二十多年前的案子 對我來說印象很深 因為他是 因為台灣這個代理孕母法 還沒有過去 那二十多年前的故事 他是女的是 男的是一個企業 企業家 那個中小企業家 那太太是個大學教授 那他們就是沒有辦法生小孩 所以婆婆出面 去找了一個代理孕母 就是我們那時候叫做 借夫生子是不是 結果這個婆婆去安排 因為也與法不成立 所以就暗中安排 安排好了以後 果然就抱了一個小孩回來 抱了一個小孩回來 起先她婆婆 她那個小孩子 坐完月子才抱回來的 抱回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太太在大學上課 也很忙 先生更忙 雖然他們都很愛這個小孩 可是都沒有時間 後來就由婆婆照顧 可是他們又不放心 那頭婆後來年紀也大 後來他們就說 有一天她說 那就附近也看看 找到有沒有什麼保母 可以幫他們帶的 於是他們就去找保母 然後就透過關係 就是忽然間有人 介紹一個保母說 這個保母來應徵 說知道他們家要用保母 他一個人 然後就住在他們附近 應該可以幫他們帶 很好這樣子 他們就很感謝 所以每天都是把小孩子 帶去給這個保母 然後晚上有空的話就帶回來 沒有空就在保母那個地方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保母 是她的孩子的親生媽媽 那卵子是她覺得的 對的 好恐怖喔 對 然後這樣不要緊 又搭上她先生 又搭上先生 對 因為這老師都要趕去學校上課 所以一定課程什麼都一樣的 所以有時候接小孩 或幹什麼的時候 就要託她先生 那她今天也經常去看小孩 因為很喜歡小孩 保母嘛 保母去都很好 後來就兩個發生了 那個關係以後 那這個就乾脆就告訴他說 我是為了我這個小孩 我生了以後 我就那個懷胎的時候 我真的有感情 所以他們就搭上 那當這個教授知道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真的是晴天霹靂 他真的是 真的是無辜啦 而無辜又很孤立 因為他就是說 我就是希望說 我們有個小孩 然後呢就是因為你們說 我們結婚多年不能生 所以才做這件事情 結果你把我搞成這樣子 結果他就受不了 受不了的時候 他覺得說他 就像剛剛阿德老師說的 我常常勸家說 你要冷靜才能夠客觀 他一個分析 整個局勢對他是不利的 因為這孩子也不是他的嘛 然後這親生母親門打後 先生一定是跟他嘛 那他又是他們就 夫家的種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他真的是 就是很失望 也很傷心 那他那時候就在 要不要離婚的時候 來看過的 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就說阿天疼傲人 我是說人生的機遇很難講 結果他就離了婚 就到美國去了 他就到美國去了 結果他到美國的第二年 第三年找他男朋友 生了一個女兒 那時候我 人生了 對 那我二十多年前的時候 到美國跟台灣同鄉會演講的時候 他從另外一個州開車 帶他女兒來看我 抱著我 那個哭不是那種 以前剛開始那種悲傷的哭 是喜悅的哭說 你看 我的孩子 這樣子 這是一個我印象很深刻 這很奇怪 其實他是能生的 對啊 但是他因為結婚多年沒有生 有很多生小孩就是 就在某個階段是生不出來 對 只要脫離那個子孫 跟別人就生出來了 OK 好 那等一下還有另外的故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不過呢 這個黃老師接下來要講的故事 他說不是所有的小生 都想要破壞別人的家庭 因為你才有一個 明天的老闆娘的故事 有說像年輕人就很冷嗎 他是守寡 那他自己就帶了個小孩 然後他就開個面攤子這樣子 結果也是做生意的這個男人 那他大概太太良家比較有錢 他的成功有一部分 是借助於太太良家的幫忙 那太太氣焰比較深 比較高 所以他在家裡 在公司他是很有地位 可是在家裡就是比較沒有地位 那當然有時候就有錢 但是就因為加班工廠 你知道以前臺灣中小企業 都是很辛苦打拚的 那他如果餓的什麼時候 或者吃個小夜 他就會到這個面攤來 那面攤來 他看到這個太太 帶這個小孩子很辛苦 那小孩子很小 他有時候看他這個女人這樣子單親 然後這樣很辛苦 他就不捨 就會經常來捧場 或者就是會買一些東西 回去給員工吃 總而言之就是經常見面 經常見面 後來就有情感 情感的時候這個就同居了 那同居了以後又懷孕了 又懷孕了 就跟這個男的 他等於就是變成小三了 就生了個小孩 那生了小孩 他就跟這個男生說 戶口抱我的就好了 就是反正我這個眼睛也是 爸爸死了 所以我這小孩子 反正也是我的小孩 就抱在他的戶口 所以他也沒有去吵這個 吵這個男人 也沒有去跟這個原配 這個爭吵 他就這樣子默默把孩子帶大 那他們一直就保持這樣一個 小三跟這個同居的關係 一直 後來大概孩子都大了 我印象中假如沒有錯 好像孩子要考大學 還是已經考上大學 有一個那個老大 結果他那個這個先生 他這個同居人 就意外車禍死了 死了 那死了他為什麼來看我 不是說他要爭財產 來問我說他需要諮商 是他去參完告別式以後 他回來跟我說 他走不出來 因為他 因為他 我現在我想到他在我面前 嚎吵大哭的樣子 我都不捨 他結果他就 他就帶著他兩個小孩 他就跟他小孩說 他騙他 我們量沒有很多 不會 不會 年老就比較脆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結果他就當時小孩子不常來 那小孩子雖然有來有來看他 他有時候後來孩子大了 那這個先生大概就事業也忙 要到其他的國家去跑還這樣 他就會跟他孩子 他就跟他說 我一個月來兩次來看小孩 送錢來看小孩 那他 他我是沒有問他說 送多少錢 但是就照顧就是 後來他就跟孩子說 孩子會說 爸爸為什麼常常不在 他就騙他說 他你爸爸去跑床 船員 那有時候遠洋 所以回來時間不一定 所以就這樣子 母子三個人 就這樣子把孩子兩個帶大 後來他知道說 他先生怎麼 這一陣子 一個禮拜沒有來 他就覺得有點奇怪 知道他 因為以前是沒有手機 都是打電話這樣子 那他那個時代 是不是已經有 VB Call了 我忘記了 因為他就是知道說 他先生去世了 因為有一個他的 好像是他的先生的朋友 來通知他說 沒有人出事了 結果他就回去以後 他就很難過也不相信 可是他還是很鎮靜 他就跟他的兩個兒子 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他其實是你的爸爸 但這個他養育你也有養父一樣 就跟大兒子說 他集農你的爸爸 那二兒子就說 他就是我跟他生的 那現在爸爸死了 我要帶你們兩個去上香 對 去上香 但是他說因為我們的身分 不得上香 所以我們不要爸爸走了 但是我們 那個男生的原配也不知道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他們就這樣一二十年這樣子過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我們就搖跡 就是我們去到那附近 台灣人有時候辦那個 以前也不一定要殯儀館 就是樓邊他們到門口 那他就說 因為他兩個兒子也很怪 就聽話 結果他們三個人就在那邊 然後就在那邊拿槍 跟他邀進 那他回來他崩潰 他崩潰他崩潰他受不了 所以他就不知道怎麼走出來 因為都連一個告別的機會 跟說一聲都沒有 那後來我跟他 所以這個男生負責任 但是我是說這個小三 他就說我自己死了 老公帶小孩也很辛苦 然後我去當人家小三 已經 就是說情不得已 然後我再去侵犯 人家大老婆原配 那更說不過去 說他算是一個比較明理 就是懂得身分 自己懂得這樣的人 結果他 後來我在跟他輔導的過程中 我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把兩個小孩帶來 讓我輔導 因為你現在只有這個小孩 可以幫你走出來 那兩個小孩真的很怪 那兩個小孩他真的教得很好 雖然是面攤子 教得很好 我跟他講說 你要怎麼幫媽媽的忙 你們兩個兄弟要怎麼樣團結 然後要怎麼樣 怎樣的時候 我記得說我輔導完 他們要出去的時候 兩個走到門口 一起兄弟兩個跟我鞠躬說 黃阿姨 謝謝黃阿姨 所以這是這個也是讓我在這個 我在諮商的這個輔導過程中 裡面有幾個跟人性糾葛有關的案子 都讓我真的是很難忘記 所以這個男生的家世是不錯的 是不錯 其實如果比較像的 男生會回去 對 要求財產 因為有血緣嘛 對 那他就跟孩子說你們要放棄 我只是讓你知道說 你們父親跟你們的關係 但是我們放棄 我們這間麵蛋也是搞得很好 我也是等你試到台北 所以你們來聽媽媽的話 那阿德老師的臉書 曾經有個小三來信 對 這個是怎樣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小三呢 愛上了一個已婚的 就是 已婚的男人嘛 這已婚男人已經有兩個小孩了 就是一個獨國中 一個獨國小 然後那個男的就跟他講說 反正我就是跟我老婆沒感情了 然後我也認真想要跟你交往這樣子 於是他就懷孕了 就因為這樣的一個理由就懷孕了 懷孕沒有多久以後呢 就發現說那個大婆知道了 那於是就是常常來 就是來找麻煩 這個老公就跟他講說 我要跟這個 我決定要把這個小孩生下來 所以我會跟他在一起 不會分開這樣子 就是 也不知道什麼 怎麼樣的溝通方式 他們三個就因此過了一段 三人型的事件 然後一直到他不是懷孕了嗎 要生下來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 這個小三發現這個男的 那個老婆有外遇 然後於是他就回去去處理這件事情 對不對 就是處理的過程 不知道為什麼 男的發現他的原配 原配有外遇 於是在處理的過程 好像就越來越 我剛才不是講過嗎 就是本來沒有感情的 可是因為你外遇了 突然感情就熱起來 對 就突然他就發現這個 這個男的跟那個大老婆 感情越來越好 越來越接近 然後因為他要去處理這樣一個事情 處理完以後 他們真的感情變精進了 而且那時候剛好遇到 他快要生小孩 要坐月子的時間 就發現這個男的越來越不回來了 就是好像離老公的家越來越近 離大老婆那個距離越來越近 而且那個時候他這個男的 剛好要出國工作 就是可能要出去一段時間 所以只能帶一個人出去 就想說帶大老婆呢 還是要帶那個小三 然後這個小三的來心是說 就是這個男的告訴他說 我現在暫時沒有辦法 跟這個大老婆離婚 因為他們三個突然覺得 不可能再三人醒了 然後不可能跟離婚 因為我決定要帶你出國 所以我這個時候 不能給大老婆雙重打擊 所以不能離婚 你說 我不認為說他這個 因為他的原配 他的太太有外遇 這個先生就忽然間變成 愛他太太 他不是愛他媽 他是在顧他媽 也就是財產被 沒有財產被剝奪的感覺 因為男人 我跟你講女人先生有外遇 好像是這個社會是普遍認同 可是當男人發現他的老婆 有外遇的事 是關係他面子的尊嚴的問題 所以他不是 當他愛他媽 他是當他顧他媽 顧到外出國 就要把他媽帶走 怕他沒有帶他媽出去 他媽剛才還有外遇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他是後來是 又回到老婆的身邊 就是也不是說完全回去 就是因為他不想要給他雙重打擊 因為他決定要帶這個小三出國 工作去外面工作 想帶他出去嘛 所以等於是說 要在這個階段 要安撫這個大老婆 因為不可能在這個時候 跟他講說 我要帶這個小三出國 我要跟你離婚 他就覺得雙重打擊 所以他不能這樣做 只是說這個小三 就是不知道 誰講的話是真的啦 所以他就陷在這個狀況裡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所以你意思是說 你今天已經兩次強調就是說 戶肌感情很淡 如果有一方有外遇 另外會去挽回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人只有在失去東西的時候 才會珍惜那個東西 才會懂得珍惜 可是跟愛不一定有關係 就是突然這個東西本來是我的 有人來掠奪我 我要去把他抓回來 然後再抓來抓去扯的時候 就扯出感情 那有點像家人 就平常也不會珍惜家人之間的感情 可是當家人離開了 可能不是家人 是家具 真的慘 有一個椅子 都說實在 幾個十年都不要再掠 不要 有人亂說 沒有你這條椅子給我 想想說不可以 沒有沒有 真的 如果你說你要對不對 我真的把這椅子送給你 因為我覺得我用不到啊 你拿走以後 那個印子在那邊 突然有感情 就四個角 那個印子就會 就會產生感情 那你跟你老婆感情淡不淡 就是你說家具這種例子了嗎 沒有 因為你不是說如果淡的話 有外遇會比較 其實我覺得說感情要回溫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就是你要先忘掉過去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人在 好難喔 要忘掉過去的事情太難了 其實很簡單 不然不會小三 發現自己是小三的時候 還奮不顧身往下跳 就瞎了啊 瞎是最容易的 所以來講說 你把一些東西是切斷 其實並不困難 是你有沒有認知說 也許切斷喔 然後我們重新開始比較容易 那我很想問各位已婚的 有沒有辦法回到最原始 談戀愛的那個感覺 就是你們 已經結婚這麼久了 然後可能夫妻之間有一些 有 有可能 發生 發生重大失去 然後呢 彼此還是沒有分開 就有機會 好 等一下 什麼叫重大失去 等一下說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好 那剛剛Tag的問題就是說 已婚的各位結婚那麼久了 有沒有辦法再回到當時戀愛的那種感覺 因為一定是經過的很甜蜜的一段期間 才會決定兩個人要走在一起 對 可是就像阿德老師常常講說 其實不要走入這個婚姻裡頭 那我就會想說 其實大家也很多人走入這個婚姻裡頭 到底到後面 如果你跟你老婆之間有一些破損的關係 有沒有辦法再回到最原始的那個 那是讓我一個很糾結的 很大的問號 來阿德 你知道人會遇到問題 一定是中間發生的一些事情是 我們兩個意見不合 或者卡住了 或者發生別的事情 我們考驗我們 我們考驗沒有通過 一定是發生這樣的事情嗎 如果你要把這些事情都忘掉 回到原初 這件事情你還想說 你care的事情越少 你才可能回到原初 因為單純就需要 你不能一直記著前嫌 那你怎麼回到原來的樣子 所以你還想說 我們這些經歷過的一些風風雨雨 都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把重點放在哪裡的一個過程 學習的過程 比如說來講說 也許這一段 我剛才舉的這個故事 你說如果沒有發生 他們三人行那一段 對 三人的故事是說 如果今天不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狀況 比如說我突然我不想跟人家三人行 我要一個結婚 你沒有遇到這樣一個 突然的大問題的考驗的時候 你不會深思這個問題 你去深思的結果就是說 如果我真的要認真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最後慢慢就會找到說 我真的很多事情 要把在乎拿掉 一個一個拿掉 不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人生的過程裡面 感情的學習過程 就是把在乎拿得越來越少 你感情才會越純粹 所以當我沒辦法把那個在乎拿掉 我最後就是只能走上離婚這條路 不是走上離婚 人走上離婚算幸運 走不上離婚那就更慘 那阿德你們有發生過重大事件嗎 重大事件 你說我的婚姻 你 重大事件算沒有 但是就是有一些 有一個狀況是突然讓我轉彎 大轉彎 就是你知道結婚有小孩以後 最受不了就是 每天就是聽到老婆在吼小孩 你知道一般 就是老婆在吼小孩這個事情 我覺得很多老婆很難理解說 這種對老公的壓力有多大 就是你想一想 我們每天回到家 還沒有進門 還沒有把鑰匙弄進去的時候 我就在門口 就可以聽到裡面在吼了 每一次要回到家的時候 我說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今天不要聽到這個吼的聲音 就又吼了 就是每天都出現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那個其實一個 很大的精神壓力 我覺得比外遇什麼都還嚴重 有這麼大的壓力 因為你會覺得說 生活沒有片刻安寧 然後呢 如果你因為這個事情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再吵了幹嘛的時候 我待會兒可能就會更覺得說 你跟這邊來幫忙 你還說什麼風涼話 尤其是這樣的狀況就是 回去扭轉那整個局勢嗎 就是 不是因為我們都沒有 這樣方面的經驗嘛 所以我們都是搞雜 以後才發現說事情大條 既然就是這個 我們的教育過程裡面 沒有告訴我們婚姻 你們要注意哪些規則嘛 談戀愛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嘛 所以遇到這種情形是 一定是閒神器受不了 壓抑然後突然爆炸 然後突然不停的爆炸 以後呢就再也回不去 你曾經對太太爆炸過嗎 針對她對小孩的吼 有 你怎麼爆炸吧 摔門 沒有啊 他睜一隻眼 這比我在書房對不對 我說不要再吼了啊 我告訴你喔 我這樣 我還是不要再吼了 還是慢慢 音量慢慢變大的 我說可以不要那麼吵嗎 可以安靜一點嗎 然後我越來越大 我又吼了喔 他們吼得更大聲 我爹砰就把門關起來 所以我覺得說 然後蔡菜的反應呢 就安靜啊 有效喔 對啊 但是你還想一想 因為我很少做這種事情 當然就會有效啊 但今天想一想說 我們都還是會思考的人喔 都還會這麼爆炸 那我想說一般的 婚姻在家庭裡面 所以我怎麼會覺得婚姻是好的 就是連我都那麼困難了 那後來你是怎麼扭轉 就是我後來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不要再過這樣的生活 然後我說我不要過這個生活 就是剛才你講的 我說我要把我的堅持在乎拿掉 你知道我還記得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就是 我當時舉例這麼做的時候 你知道 回到家不是又吼了嗎 吼了以後 我就很開心了 其實因為我已經知道要怎麼做 我就看關鍵進去以後呢 跟著一起吼 沒有 我就吼完 因為我太太 就是老師在廚房吼 我書房女兒的房間在那邊吼 就這樣傳過來這樣子 我就跟我女兒講說 從今天開始 我們讓媽媽每天吼十次 不然我們三個都會生病 然後她為什麼要吼 因為她幫你做很多事 你都沒有做 你都依賴她 她很生氣我也是 所以我們只要 我們就是她幫我們做那麼多次 我們就是讓她吼 吼十次 我們就還她了 就不欠她了 我就這麼講 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覺得 就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 因為比如說她吼的時候 我就覺得還有九次 是這樣的心情 就是不會像以前吼一次 就整個抓狂 就想說再吼看看 就不會是這樣 她跑出來跟她說 老婆 我給你的quota其實十次 你今天只有八次 還有兩次的quota 然後呢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我太太 就是她也很明顯發現 我們有這種感覺 就是有差別 我這個真正有差 知道嗎 我知道我已經領悟這個道理了 所以我都跟我兒子說 媽媽現在在生氣 所以我們就是罩子放亮一點 媽媽生完氣就沒事 我是沒有什麼幾次的quota 因為你跟她算quota 就是一條死路嘛 所以不用算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 像阿德老師講的那個 真的是沒錯 我一直常在節目講說 反正你放過自己就是 放過別人就是放過自己嘛 所以別人也代表你的配合 而且我們原先 就是執著那個點 說實在也沒有什麼大道理 對 就是人云亦云 蔡司長聽來的 比如說公課要顧好 我就想說 如果媽媽每天都要跟孩子講說 你公課顧好 你要跟我讀書啊 公課顧好 如果我是她的小 我一定想要說 我也沒有看過你什麼時候讀過書 你都沒有在顧我怎麼樣顧 就是 就是我們對孩子的期待 然後要求 然後花很多心思去做的東西 不一定有意義 是 我覺得有時候這個文化還是很重要 對 譬如說這個東西文化還是有差別 每個國家文化有差別 我們都是習慣小時候就是 媽媽哄我們 爸爸哄我們 然後我們長大也是哄小孩 哄丈夫 被丈夫哄這一類的 可是你在看西方 我看 一樣到這個素食店去吃飯 在西方你會發現說 當孩子沒有規矩的時候 媽媽會走過去跟孩子說 你不可以這樣子 你要怎樣怎樣這樣 我們是用猴的耶 我看到我們台灣很多媽媽 你跟他過來 就要這樣喊 就你不可以背 你還背 對 但他們都不是在教育小孩 也是喉給別人看的 喉給人家講 是我家是有家 叫我有在管小孩 這個就是文化的差異 你看在日本 我記得有一次我到日本去的時候 在一個餐廳 其實在餐廳吃飯 然後就是小孩子會吼 在那邊哭 一直哭一直哭 就是哭而已 但是大家怎麼全都沒有用的時候 他們那個經理就走出來說 因為你們小孩子的哭聲 已經影響到吃飯的人的 客人的情緒 是不是請你們能夠帶離開 就是很客氣的要你離開 那你就不能不接受 就帶著孩子 就帶小朋友就離開了 我想那是一個文化 我想台灣在這個文明的進步當中 這一點就是 你看他這個服務生會這樣做 就表示什麼 我一定要對你客氣 讓你舒服地接受我的建議 一樣是爸爸媽媽對小孩子 也要有這種概念 就是說我要讓你學會吃吃吃吃吃吃 我要讓你能接受 而不是我罵 然後你不接受 然後我氣 然後旁邊人在看 再有什麼好 謝謝 那TEC曾經聽過朋友說起 長輩村莊發生的故事 也是很糾葛 我覺得也是很像八點檔 這樣好 待會兒再說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要請TEC來講這個故事之前 我先請教林律師 今天這樣講對你有啟發嗎 婚姻 有啊 其實我們律師也常常在幫當事人 做一點心理輔導的 像這個剛剛那個 阿德老師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當事人他滿常來諮詢我的 然後他那時候也是因為小孩教養的問題 想跟他老公離婚 那他老公也是 教養問題 對對對 就也是像 他們剛有角色相反 是老公就大聲吼啊 罵啊 然後他回家就從樓下就聽到他老公在吼 剛好相反 可是後來有一陣子他來就問一些財產啊 什麼的 一些什麼信託 不是 跟離婚沒關係 我說最近怎麼 老公感情比較好 他說沒有 因為他有個朋友是不孕很久了 然後他最近都在陪他 因為他們就是一直做人工啊 很辛苦 他後來發覺他有一天回去 剛好看了他這個朋友回去之後 從一樓聽到他老公又在罵小孩 他一點都不生氣了 他覺得好險他要生小孩 所以就是一個 我覺得人生有時候心情轉變了 他以後都不覺得這是什麼事耶 他就從那一次之後他也沒有在諮詢離婚的 都諮詢一些其他什麼財產規劃什麼的 有道理有道理 好 那Tag你這個故事是怎樣 其實我的故事剛好跟黃老師那個帶領育母 有一點點類似 對 我個人覺得啦 他是就是朋友他們講說 我覺得你如果來娃娃多吃一點 我覺得你對婚姻會恐懼 我也是這麼覺得 你會喜大哥 但我不會因為黃老師在 我看黃老師的書 應該對婚姻還是充滿的像話 你就把我不看在眼裡就是了 你覺得黃老師就是了 婚姻之門 婚姻之帆幕 黃老師你們看他的書嗎 就是婚姻我問你再去找他 結婚前來找我 也是耶 好啦我在講我的那個故事 我那個故事其實他是一個長輩的故事 然後你知道以前在村莊裡面 常常就會有這個只要你稍微有錢一點 大家就會知道你這一戶人家 那他是一戶那個人家的千金小姐 然後是經過了這個沒人婆說親的方式 後來結婚了 那也嫁給了一個富二代 那這個富二代跟這個千金小姐 其實一開始所有全村的人都覺得 哇這就是一個公子 那個王子跟公主的一個結合很完美這樣子 然後所以全村人都很開心 然後沒多久呢也懷孕了 然後大家就開始想說那到底是生女兒生女兒 你知道村莊有時候 阿公阿嬤也是蠻八卦的 那問完之後發現生女兒 哇他覺得我們這個千金小姐在我們這個家 然後幫這個富二代生的一個兒子 我覺得我們很光榮這樣 結果過了沒多久 大概孩子生出來半年左右吧 離婚了 離婚了之後 這件消息傳到的村莊 大家開始議論紛紛說 阿不是過了很好耶 阿男的縣頭還有錢 阿男的也漂亮 而且又生了兒子 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 後來就從這個男方 女方的這個親戚 講出了一件事情 就說因為他生那個女兒 不是這個男的 就是千金小姐跟這個富二代結婚 千金小姐有另外有男人 生出來 對已經懷孕了 然後生出來的孩子 並不是這個男方的 然後這個男方怎麼知道呢 這個男方是因為孩子生下來 大概八個月左右 他怎麼看 有時候人家常常講母子連心 父子連心 這個孩子他怎麼看 就覺得不是我的 Tek 但是怎麼看 就怎麼看這個小孩都覺得不太順眼 那是一個感覺 那你知道富二代他們其實 有時候除了事業之外 就是剩錢嘛 他就想說那我就去做檢查好了 他就去做 以前在那個年代 大概是三十幾年 還沒有所謂DNA 對 還沒有所謂DNA 所以他只能去做自己的健康檢查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查出這個孩子 也許血液就可以知道 對 什麼血跟什麼血 可以生出什麼血 他就想要去測測驗這個 結果他去檢查的過程當中發現 他其實是無精症 男生是無精症 所以他不會生 所以那個小孩絕對不是他的 對 他也不用去探討是誰的了 對 可是他又覺得過意不去 他就覺得那個官過不去 這個小孩我跟他最母親 八個月要一年了 有感情嗎 我應該知道他的最母親 他的老爸是什麼吧 他就想要去了解 對 他就花了一筆錢 去調查了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就從沒人婆那邊 得知了這件消息 因為他們兩個結婚是因為沒人婆 所以他就去問了沒人婆 給了沒人婆一筆錢 那沒人婆才真正的把這個答案講出來 就說這個千金小姐 他們家是開工廠的 所以這個千金小姐是愛上了工廠的長工 懷孕了 懷孕了之後把這件事情告訴千金的爸爸 爸爸就覺得你這樣不行 你這個門當戶不對 這樣我建設 所以我趕快透過沒人婆幫你找一個門當戶對的 趁你肚子還沒大起來的時候 趕快嫁出去 因為像是把長工跟他女兒的那個 分開 愛情分開了 然後就把這個長工 因為在工廠裡面上班 就把這個長工趕出去 不要讓他女兒再跟這個長工 有任何的來往 然後就透過沒人婆 把這個女兒架到這個富二代家裡面去 其實如果這個富二代他去檢查出來 他可能是可以生小孩的 maybe他還不會這麼懷疑 因為以前的科技還沒有那麼好 他頂多只是覺得這個小孩沒錢 可是就是當時他是檢查出來 他是無精證 他根本就是不會生 所以有什麼有這個小孩 對 所以長工體力還是不錯 還是不錯的 還是可以拔到千金 所以如果要有機會到工廠上班 還是可以看一下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這個富二代 他去做了這樣的調查 他發現他自己是無精證 沒辦法生小孩 所以他就覺得他幫人家養了八個月的小孩 那最後他也是跟他這個千金小姐離婚了 因為就覺得你小孩就不是我的 而且我也算是大戶人家 其實也不需要你這樣 然後就跟這個老婆離婚 那孩子歸誰 孩子最後是歸媽媽 因為他就不是我的嘛 我怎麼不用你信我的信 所以孩子最後又改回了跟媽媽信 那他這個富二代他到最後 其實他還是結了婚 可是因為他知道他不會生 無精 對 所以他最後跟他在一起的這個老婆 他們是去認領了三個小孩 對 所以事情也算是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對 對 對 好 那這種養別人這一個 在小孩的例子 志偉這邊也有 對 而且這個不是只有台灣 這個任何一個國家都有 但這個是在美國 而且是當時有登上新聞頭條 那他是一個在美國很知名的一個博士 那他婚姓服然後也很美滿 然後跟他太太呢 就是結婚已經35年了 然後生了9個小孩 35年生9個小孩 所以你心想說 那就是一定是感情很好嘛 一直生一直生啊 不然他身為一個高知識分子 他當然應該是會避孕什麼才對嘛 那就是說他在有一次的健康檢查 那就被這個醫生就跟他說 你的右邊睪丸有一顆腫瘤喔 但這個腫瘤它是良性啊 你要切不切都沒有關係 但是它會影響一些功能這樣 那這個教授跟他說 我知道啊 那個我很多年前就知道啦 可是沒什麼啊 我也都好好的啊 影響功能我覺得還好啊 我的很正常啊 對啊 可是他這樣一講之後 這個幫他檢驗的這個檢驗師 就跟他講說 沒有勒 那個影響的功能喔 是你的生育功能耶 而且你要去 你要想說這個影響生育功能是 你不能再生小孩 你沒辦法生小孩 因為這個腫瘤它導致於你的精液裡面 是沒有辦法有精子存活的 那他就很驚訝 他心想說 因為他在他結婚前 就知道他的幼睪丸有這個腫瘤 也就是說三十五年前他就知道 代表說他三十五年前 根本就是不能生小孩的 他想說我也有高的孩子 對啊 所以他很晴天霹靂耶 那很多做法 像剛剛華老師有講 他小三很沉默不去講 大老婆其實是很不動聲色這樣子 但他是回去只問他太太的 因為這就是有時候 男生跟女生的反應不一樣的地方 他回去問他太太說 他是把檢驗報給他太太看 他太太一看的反應喔 也讓他很驚訝 太太完全也沒有說 覺得自己做錯什麼 會救 對 她就說 我一直在等這一天 為什麼你都不問我 太太是覺得說 就是你難道都不會懷疑 就是這些小孩長得都不見得很像嗎 因為他剛才這樣 因為他剛才這樣 對 後來他跟他老公坦誠說 他其實在跟他結婚這三十五年當中 他跟不同的男人發生性關係 這個小孩的爸爸是誰 我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等於是幫別人 很多不知道是哪一個男人 養小孩養了這麼多年 我有一天去某一個爭討 因為大家就聊天 因為都有熟 然後人家說 阿水淨啊 你們的媳婦 有好嗎 不錯啦 他做工作多認真 這樣很好咧 人家是都很好啦 晚上就都好到處女 因為他兒子就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問題 搞不清楚 我們先休息今晚 好 那林律師呢 也在這邊要講一對司法界 司法官夫妻的故事 對 這個三個當事人都是司法官 其中兩個是夫妻 那後來這個老婆就生了一個小孩 那生了小孩之後 另外這個他們的朋友 就常常去他們家續航問暖 然後就說 你想他的朋友是男男女的 男的 他就常常說 要認他女兒當乾女兒啊 什麼的 然後就是很 常常獻殷勤啊 那這個老公就覺得 生了小孩之後怎麼 變得不太一樣 變得哇 對他們家都很熱情這樣子 而且這個小孩 越長越像這一個朋友 對 然後他就覺得 他有一天就真的覺得很壞 他就懷疑了 他就把這個朋友 來他家裡吃飯 然後那個餐具 他就不拿去洗 然後包起來 拿去驗 DNA 就發現說 這個朋友 真的就是他女兒的小 的老公 的爸爸 啊 是喔 那他就很震驚啊 不過後來就是 老婆讓他戴綠帽 對 但是因為呢 這個老婆跟這個朋友 其實他們是同一個研究所的 那之前有去國外啊 就是 像是 研究所出去國外 類似像 那個 短期的 對 那剛好那個時候 他們的確是有發生過婚外情 對 所以就是 這個 老公呢 就還是幫了這個朋友 養了一段時間這個小孩 所以他很生氣 那時候就有告啊 告很多 通姦是沒辦法成啦 因為他們在美國嘛 對 那另外那個驗DNA的部分 我們剛剛有講 其實如果對方不願意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 那因為他們都是司法界定 都很了解這個 對 其實最後去認定這個親子關係是 她老婆有在法庭上講過一段話 有記在筆錄裡面說 她確實承認說那時候 在美國有跟這個男生發生性行為 那因為也只有跟這個男生發生過而已 所以後來 在這個民事的賠償的訴訟裡面 就是法院還是判賠了這個 大概170萬左右 包括這個小孩從小 什麼那個養育的費用啊等等的 還有精神賠償 精神賠償好像就佔了160萬 對 那個小女生的生父有承認嗎 生父的部分其實 就老實講她是沒有去驗DNA 不過因為這個也跑不掉 為什麼跑不掉 因為最後她已經被判賠要賠償說 就是這個小孩 她原本被認作父親的這個 她所花費的這些錢 都要由這個朋友來付 對 那再加上這個 她這個原本這個老婆 所說的筆錄那些 就是用筆錄去套 確認說這個小孩就是 因為我們生產都有一定的天數嘛 他們去算就知道說 那到底這個是誰的 那如果角色轉換 你的老公 在外面有女人有了小孩 然後你不知道然後養了他 後來好幾年了你才知道 這樣你會繼續養嗎 看感情欸 我覺得人是感情的動物 不一定是血緣 如果真的跟我很有緣 也許我繼續養也不一定 哇 我覺得司法界大家心中都很開口 真的啦 其實我覺得如果說她真的跟我很好 我自己也沒有其他小孩 我也不會繼續養啊 阿德你會繼續養嗎 沒有我覺得說 如果你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機緣 要養一個小孩 然後後來發現說 這不是你的小孩 我覺得這種事情想不開其實很苦 為什麼就是 你就想一想嘛 就是 就是 突然本來有感情 突然要把它切斷 然後或者是說 本來昨天對你 就是你是我的小孩 今天突然就覺得你怪怪的 因為我知道一些真相了 我覺得如果人生在這上面 如果都想不通 這個糾結都是一輩子的 而且你還不知道說會苦多久 對 而你還不知道說 你跟她這個親子關係 也不一定能解套 我的建議是說 其實每個小孩都是 每個大人的義務 就是說如果我有機會 幫人家養賴一個小孩或者緣分 只要不是說太難相處幹嘛 我覺得這就是老天給你的緣分 幹嘛自己生 我還是奉勸飲食男女 在男歡女愛的時候 還是要責任感 因為孩子是無辜的 那個時候很難想到責任感 我覺得